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加留桌游节目 我是斌 大家好 我是瞬间思路 这次又给大家来找来思路老师录桌游节目了 不过这回的桌游节目和以往有些不太一样 对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世界未解之谜与桌游系列 然后我们之前介绍过金字塔 介绍过光照会 但是今天的未解之谜我个人觉得前两个比都已经跟这个比不了 今天的未解之谜非常奇特 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核聚变这样的电子游戏展会上会来介绍桌游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 对 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拉动内需 使大家听了思路老师的安利之后 有一个地方去买到他安利的这些牛逼桌游 就是别老觉得讲完以后没地买这感觉是吧 对 只敢挖坑不敢埋坑的那种 行吧 理由也挺充分的 其实这期节目就是一个咱们可以算是核聚变的广告节目 支线广告节目 为什么叫支线任务广告节目 因为是这里面拿出来了一块专门讲讲桌游 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会在这次的核聚变上准备桌游的这么一个区域 然后集中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桌游产品的体验 和这种相对能能剁手的地方 主要是剁手 还有见见思路老师 对 给大家脸一堆 然后有多少手您就留那 然后这次其实内容感觉起来 很像是我之前做过自己桌游iPlay桌游节目 就是以前在集合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桌游节目 疯狂安利 对 就是纯讲桌游 我真的是以前咱们每次都是恨不得故事讲一小时 桌游讲十分钟 对 这次可能就没什么故事的这种比例了 我们改成都是以介绍桌游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让您预判一下在哪花钱 对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现场去之前 能够知道大概有什么样的游戏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游戏的种类不是那种特别的多 是类似一个精选 对 这些都是苏罗老师和这些游戏厂商精挑细选出来 觉得非常适合大家的这些游戏 对 就是这样 因为之前的每一家来参展的厂家都跟进行了一个沟通 就是咱们别什么都拿来 尽量拿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或者是新品 或者是它比较有亮点的这些游戏 我真觉得好玩的 这也可以叫做吐血推荐 那吐的可太多了 实名制推荐 反正人就在那 你们觉得不好玩就拿那盒摔一头 不 反正也不是我的盒 行 咱就开始说第一个游戏 另外这次在之前的我 其实有一个想法是 比如说是不是要把这些个 按照每个公司的产品给大家分一分 后来临到刚才录音之前 突然想到另一点 就是不如把它按照游戏难度给大家分一分 这个难度其实不是真的 玩起来的都难 是一个上手度 对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就是说我学会游戏的大概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虚的数字 仅供参考 然后我们就从易望难 从小望大这么说 一开始的游戏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归结为以前我们说过叫聚会游戏 或者说国内叫毛线游戏 毛线游戏 然后第一个游戏 其实我相信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会玩过 甚至就是说自己听过 或者说甚至是玩过这个游戏 之前这个游戏曾经有一个特别流传很广的名字 叫知言骗语 或者叫妙语说书人 这是台版的翻译 妙语说书人 对 听起来总像发生在一个 先锋四合上 对 然后总像是这个里头 但是现在他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简体中文的版本 叫做画物语 这可厉害了 西伟文音的清小说 对 其实并没什么关系 这是画画那个画 画物语 他在同时出版新版本的时候 还出了一个便携版本 就相当于是这一个游戏 做了两盒一大一小 这个大的跟以前的版本一样 大家可以在家里头 或者在桌巴在哪儿拿出来聚会上 都可以玩 它的尺寸比较大 那个便携版顾名思义就是个小 您揣兜里就能走 扑克牌那样 对 整个这个游戏 咱先可能有朋友不知道是什么 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游戏是个标准的聚会游戏 它是由84张卡牌构成的 那挺多 其实也没别的了 就是一打牌 你想扑克一副还50多张 这比扑克也多不了多少 但是它上面没有任何的符号 这没有任何符号和文字 它上面画的都是一些 每张牌都是一些相对看起来 比较抽象感的这种画面 你可能能够具象的 能够说出一点什么 但你又觉得没法说的太详细 都是这样的一些画 那这些画游戏的进行的时候 大家是每人会拿到六张牌 这六张牌 你先看一看 大概你觉得它能够表达出一个什么概念 然后大家轮流坐庄 比如说这个游戏支持 这游戏能够支持三到六个人 比如说这局是我坐庄 那么我就从这六张牌里头选一张 然后说一个能从这张牌联想来的词或者是句子 那牌上的话得是多抽象 相对来讲是比较抽象的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些你熟悉的 比如说电影 电视 漫画 小说 随便 什么都行 音乐 这些都可以 可以是一个几句话的故事 也可以就是你形容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一般在玩的时候 你说的不会太多的 顶多一句话 比如说 我觉得这是阿滨小时候的梦想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完了 这就有点难 然后我把这张牌扣着放在场上 其他的玩家从手里头选 我们认为哪张牌是跟刚才我说的这张 就是这个当庄的人说的这个东西 沾边 换句话说 能混淆视听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估计全场没人知道 那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你了 然后大家把这个牌 把这张觉得能混淆视听的牌 也扣着放在场中间 这个时候当庄的人把这个所有人都出完了牌 假如说这个游戏有五个人在玩 六个人在玩 那他一共能够收上来六张牌 把他洗混了之后扣着放在场上 按顺序摆好 摆成一溜 就是一边是第一张 一边是第六张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出牌的这个人 他知道哪张是 对吧 所以他不能参与竞猜 他把这六张牌都晾过来 剩下的五个人来猜 哪张牌是当庄的人出的 阿斌的梦想 对 出这个 然后大家手里头会有号码牌 一到六号牌 你秘密的选好一个牌 大伙都选完了一起晾开 你觉得那张牌 刚才排列的时候 不是一到六 比如说排在那了吗 你觉得你选的哪个 就把你那个颜色的号码牌 放到那张牌上 就代表你挑了 这个时候 这个游戏的乐趣就来了 他的这张 这个游戏的得分在于 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 说的似是而非 莫尼两可 怎么讲呢 因为当你选完之后 会出现大概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有的猜对了 有的猜错了 这可能是最多出现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是全猜对了 或者全猜错了 那如果是全猜对了 说明讲故事 就是这个当庄的这个人 说话太实诚了 太实诚要受到惩罚 谁都知道我是个傻子 对 要受到惩罚 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得分 这个出牌的人不得分 如果大家都猜错了 说明这个人太不实诚了 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得分 他不得分 那什么情况下 出牌这人能得分呢 必须得是他出的这个牌 有的人猜对 有的人猜错 出现分歧的时候 他才跟着得分 而且他得分高 就是猜对了也得分 猜对了也得分 然后出牌的人也得分 说书的人也得分 猜错的人肯定就有误猜的 对吧 那就证明误猜的那个人 混淆视听非常成功 有多少个人选了他 就是猜错了 选了他了 那这个人还就是出那张牌的人 混淆视听成功的人 可以额外再多得多少分 所以这个游戏的目的 对于讲故事的这个人 当庄的人来讲 最好是让场上的大家 能理解你说的话 又不能全理解你说的话 有人能明白你说的话 又得有人不明白你说的话 这就源自于好多 其实游戏外的东西 那听起来确实挺像那些老和尚说的话 对 其实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就是 人家那个姑娘 有一小姑娘出了张牌 叫阿凡达 我真没看 全场都看了那电影 就我没看那 当时没看电影 所以我不知道那里 跟一棵树有关系 人家都选对了 就我选错了 大家快乐的得分 就我不得分 他们以为是那题 就是他说的好呢 对 还没看过 送了别人一份 所以有的时候 场外就是大家的知识体系 你的个人兴趣 互相的了解程度 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而且你如果大家完全不了解 其实更好玩 这个游戏是一个 玩一局游戏下来 你就会非常了解 同居的人喜好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适合相亲 就真心适合相亲 而且这个游戏 刚才我说了 他有一个便携版 这个便携版 它的区别就是个小 兜里揣腹牌 得这根下来 这么押韵呢 那他便携 他除了一个小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这个普通的版本 其实版是三到六个人 便携版能支持到三到八个人 便携还支持人更多了 对 支持人更多 所以他特别适合于什么 我觉得 比如说学校出去春游 单位组织出去旅游 学校出去相亲 对 学校组织出去相亲 这学校还挺不错 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 你揣腹牌 大家比如晚上住旅馆了 一会儿掏着来 可以玩 能支持八个人的弹性很大 三到八个人 这个弹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游戏时长又不长 又很快乐 对 我觉得这个游戏 就是非常适合于干这件事 他这个游戏的设计师 是个法国人 叫让路易胡比哈 这名字 对 之前我采访过他一次 好多年前 这个人他是干嘛的 他不是个游戏设计师 就是他曾经 他不是个专门游戏设计师 他是一个青少年心理专业的 就是咱们在之前节目里 其实讲过 他是做精神科的 算是医生这么一个行业 他之前也有给这种专门 比如说自闭症的人 然后或是一些怎么样的 一些个人 表达自己心理想法的 准备了一些 他设计过一些专用的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 可以说 他是正式进军商业游戏界的 第一款游戏 一炮而红 就当时一下就火了 一个把他弄火了 一个把画画的小姑娘弄火了 他们真的是特别火 然后这个游戏里面 会看到玩家的指示物 都是兔子 就是各种各样的兔子 是为什么 因为他这游戏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爱丽丝漫游仙境 所以他画了一对兔子洞 对 没错 就是兔子洞 所以这就是咱们先说 第一个游戏 话物语 另外我要说一下 我按什么顺序来排的游戏难度 咱们国内有一个叫即时的APP 这个是一个桌游的数据库的APP 它里头会有一个 大家有一个这种上手难度的评级 我就按照这个来排了个序 不那么精确 但是能够大概的给大家一个导向的理解 这个游戏的评级 话物语 84张只有排 大家聊天哈哈一笑 这游戏排二级 对 你记住 它大概是个量化 是个非常好的参考 对 量化是个二级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三级的 三级游戏 哇 这个刺激了 很刺激 这个游戏 不但我们要用到游戏版图 我们还使用到APP 这游戏是 刚才那个是阿斯莫迪 A社的游戏 然后这个是 弥宝海豚的一个游戏 叫做弥宝马戏团 这个咱们以前节目也有稍微提过 对 它是一个应用到 感觉是用了一些黑科技 对 这游戏是什么 这游戏其实它是一个2017年初的 一个家庭聚会类游戏 它的难度评级大概是三级 为什么难度是三级 因为它用的道具多一些 有很多这种小人 那这些小弥宝小人 就是木头小人 这些小人是什么样子 就是您想一个马戏团里该有什么 它就有什么 比如它有空中飞人 有马戏团团长 大力士 小丑 然后还有普通的马戏团团员 当然了 它还有各种道具 比如滚筒 翘翘板 火圈 然后剩下的还有各种动物 比如马 骆驼 大象 什么的 这个游戏的进行的过程是 大家首先要通过自己的牌 来获得资源 什么是资源 就是刚才说的角色 动物和道具 这个牌就是随机选一个是吗 对 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得到道具牌 然后你决定出什么牌来获得什么东西 然后在出牌阶段获得道具的阶段结束之后 大家就要开始来摆这个东西 怎么摆 会游戏当中有任务牌 比如它要求要摆成一个两匹马 驮着一个板 上面站着一个小丑 两匹马投个大象 也可以 这个在游戏里是经常会有的 然后驮一个什么东西 上面比如站上谁 就是说这个元素就是要摆成这个卡牌上 用到了什么元素 以及它搭建成什么样子 大家就开始去动手 去往上摆它 实际操作 立体 摆搭 就是您就理解为一个立体积木 把它搭起来 但是它是有规则的 这个里头还会涉及到什么问题 比如说这些普通的马戏团团员 黄色的马戏团团员 比如说他们是在你搭的这个人塔里头 有多少人 人越多得分越多 那个红色的可能就是站的越高得分越多 那这游戏里头 我怎么知道我要摆多长时间 或者说摆多高这些东西 它都有给你测量的方式 多长时间是APP里头 给你放那马戏团进行曲 那音乐一样 那种螺骨点 特别激动人心 然后当音乐一结束的时候 所有人停止摆 就不能再动了 相当于是一个音乐沙漏 对音乐沙漏 然后接下来 这个里头我摆多高尺度是什么呢 你见过那个咱们总玩家年华 或者什么 这厉害 三级游戏尺度够大 对尺度很大 然后他又专门给了你一个尺度 你看咱玩家年华 或者什么时候 有一个那种拿锤子砸地 然后会上去一个撞钟 砸在那个锣上 然后砸中以后 就响了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在这个游戏里 被做成桌上的一个尺子 你就把它往那上一摆 你的马戏团成员 罗了多高 往那上尺子一测 比如你最顶尖 那个红色马戏团成员 走到哪了 你一画 过了五分线了 他得五分 过了十分线了 他得十分 就是非常直观的去测分 这个游戏 其实当年出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一个什么呢 赶上一个狼叔 马戏之王 那个电影 其实我觉得 这可能不是故意的 中文版 巧了 真就是巧了 然后当时我写了一篇文 也是讲这个游戏的 当时你看 他那个狼叔演 那马戏之王里头 他不是那个马戏团里头 什么连体 双胞胎 拇指 将军 还有什么护须女郎 等等 各种各样的人物 其实你在这个 这个弥宝马戏团里头 也能感觉到 他有很多这种明星的人物 就是怪人 对 或者说是能人 咱们应该叫能人 然后这个游戏 还出了一个扩展 这个扩展叫 野兽与飞人 可能是 里头有什么狮子 狗熊 什么跳板飞人 还有什么钢丝 就是走钢丝的 在钢丝上表演的那些人 那种叫什么钢丝舞者 就是增加了好多新人 但是那个扩展 我没玩过 咱们在现场 应该也能够见到 到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马戏团 到底在桌面上 能搭成什么样 它是一个特别 具有现场的 这种感觉的 就是直观感受的 这么一个游戏 一个积木游戏 积木游戏 对 那说到这个现场直观感受 就是下一款游戏 这是一个难度 平级四级的游戏 它也是 米包海豚出的一个游戏 叫做深海跌影 这我玩 这你玩 这知道 原来Deathcon的时候 咱们见过 这个游戏是2016年 出的一个游戏 当然它在18年的时候 出过一个简化版 但是咱们还是要说 这个16年的这个版本 硬核版 对 其实你说硬核 我是觉得它特别适合 家庭聚会 这个游戏玩的时候 它唯一的缺点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长桌 因为它中间要用一个屏风 拉开 挡住对方两边的人 它是一个分组对抗游戏 对 分组 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北冰洋下 每方是 就是每一波 两波 两次对抗 每波都是操控一艘核潜艇 然后每一组的队员 是两到四个人 这些队员 代表的就是 核潜艇上的关键岗位 这两到四个人 还是相当于是一边 一边 对 一边 然后相当于搁在一块 那不就是四到八个人 差不多就是这种 然后 一操核潜艇上 到底都有什么岗位 首先第一个 需要一个舰长 指挥 然后需要一个大副 协助舰长 然后需要一个声纳员 测路 最后需要一个工程师 这个了事 一共是这么四位 了事 这个游戏里面 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模拟了这四个不同的角色 在核潜艇上的操作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 这四个人 差不多是在同时行动 他们的操作的道具 和进行的行动 完全不一样 这和咱们那个电子游戏 盗贼之海 其实差不多的 一艘船上 每个人有各自的职责 只不过这个是开潜艇 对 就从海面开到海下去 对 然后这个里头的 咱们可以说说 每个人都是干嘛的 比如说船长 船长的工作是 第一他要决定 这条船的入海的地方在哪 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个选好版图 就是双方会用共同的地图 你不能说两个地图不一样 就没得玩了 都在同一片海域 对 同一片海域 然后船长决定从哪上下水 下水之后 决定船往什么方向上开 每个回合 并且开的时候 船长要在那喊 向西 向北 要让对方能听见 让谁听见 让对方声大员去听见 那一会再说 然后大副是干嘛 船长还要决定什么呢 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船上的设备 这包括比如说 鱼雷 水雷 还包括像什么 无人机 卫星侦察等等这些设备 那这些设备 使用之前要进行充能 就是说要准备 不是说你一按电钮就用了 你得充能 大炮还得装填 对 人间大炮 你还得一准备 还准备 所以这个也要做准备 那准备谁去准备 大副去准备 换句话说 大副要根据厂上的形式 去预判什么时候 用什么东西 不能等到船长说 发射鱼雷 对平田工还没准备好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大副要做这件事 接下来声纳员 声纳员要根据 对方船长抱的前进方向 以及 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使用了探测 声纳探测 我们使用了卫星侦察 浮人机 来排除对方可能在什么位置 那这个声纳员眼前 有一个透明的纸片 它是覆盖在小地图上的 然后它在这上面 就要标划出对方可能的行动路线 和所在方位 对 要过去偷着攻击对方 这个目的就是 游戏的目的就是 打沉对方 而不被对方打沉 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 非常通俗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过程里头就需要不断的去定位对方到底在哪 以及隐藏自己的行动信息 还得根据对方舰长喊的东西 他不是一直在开吗 他不会闪现 后再 所以你判断到一个位置以后 根据他行走的方向就能猜到他现在 没错 没错 是 所以你要是去尽量去估他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是工程师 这工程师是干嘛的 就是你这个核潜艇 因为是新型号 所以设备不太完善 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火控设备出了问题 钱是挺漏水的 对 那就完了 我大伙那一人发一头往外咬就完了 然后火控设备出问题 可能那边的所有的鱼雷 什么水雷都不能使了 或者侦察的侦察设备出问题 你可能什么声纳 什么卫星 无人机都不能使 所以他总得去修船去 然后再有一个 船上出了某一个这种设备的项目 一组出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是核潜艇 它可能会产生核泄漏 所以核泄漏会对潜艇本身造成伤害 游戏当中每艘潜艇承受的伤害 是有上限的 到那个数字你就炸了 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工程师有时就要评判 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慢慢的一个系统的修理 因为这个坏的东西是每回合都在坏的 就是一定会坏 然后工程师可能会觉得 我们现在要攻击对方 我可能也先保火控系统 或者说我们现在要找不着对方了 我可以先弄侦察 或者说我们现在要逃跑 我可能得先弄点什么 工程师也可以判定一种什么情况 也可以判定一个是 我可以以自身受到一定的伤害为代价 快速的绣好船上所有的设备 这也行 但是你就要去做一个博弈 你觉得这事值不值 这个游戏里头 大家就精诚团结合作去做这件事 然后一艘潜水艇才能够运转起来 每个人都很重要 对 每个人缺一不可 后来事实上随着我们的玩游戏 发现大富是可以缺的 我们一般把大富和船长可以合并成一个人来玩 因为这个时候船长的思考的东西可以稍微多一点 大富也更有操作感 所以就变成一个人就完了 我这是我私人的私房推荐 平时玩私房推荐 平时您玩的时候也可以完全不考虑我这个推荐 这是没问题的 这个游戏其实玩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是觉得它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受到了一个两样东西的影响 第一个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古老的游戏 叫大海战 就是猜对方那船停哪 然后在两个地图上画格 把对方船都打掉 这个事儿 谁海之宝当年不还拍过一电影 叫超级战舰 就是那个东西 这个的它的硬核 它的最基础的核心逻辑 其实就是那个游戏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小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 或者说电影 就是汤姆克兰西写的 《猎杀红十月潜艇》 这个育碧玩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对 还有电子游戏 然后这个里头 它就是核潜艇在水下斗智斗涌的过程 特别有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如果您是高人 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剧本扩充 因为它每个其实是有模组的 有背景的模组 但是您可以把它扩充的更大 写的更好意思 这是咱们说的四级的评分的一个 有第一个游戏 四级难度下还有一个游戏 是由这个公司可能说来 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的三家公司里 在咱们的听游里 可能知晓度最高的 游卡捉游 就做三国沙 对 就是你不知道游卡 你也知道三国沙 这三国沙 他们有时一说 说游卡好像就是 做卡的 基本就是代表了三国沙 但是其实现在这两年的游卡 现在在大力的发展 自己的这种核心卓游 什么叫核心卓游 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一大堆 就是三国沙之外的卓游 这么理解 它不但在发展卓游 而且他们的选品还挺不错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说游卡 会带游戏来参加咱们的核聚变 它带来的第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四级难度下 入手难度的一个游戏 叫仙境幽谷 这游戏其实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发在这个机盒上 然后有的朋友 卡发以后底下给我留言 他第一反应就说 以为是柳林风生 出了桌游版 这个柳林风生 是一个预言故事 然后里头主角 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童话故事 对有点这种童话语言 那么在仙境幽谷 这个故事里 它就是发生在森林深处的 一个动物村落 然后大家扮演的就是动物村里的书记村长 会计什么的 扮演的就是村子里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 生活在村子里 这个村子 我其实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有一个游戏叫做网红游戏 卓游 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萌 可爱 对 就是视觉信任 对 这个游戏就符合这特点 叫网红卓游 为什么呢 这游戏第一它的版图美术画的是一个大森林 本身你想这个东西就会很漂亮 又是童话风格 都叫有谷了 又是童话风格 都是小动物 对吧 再一个是这个游戏里头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棵树 我们管这个游戏叫种大树 原来 就是 它有一个用拼插的部件组成的一棵苍天大树 就立在游戏版图的最上方 世界树 对 世界树 世界树嫩针 它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立体版图 有一棵树立在那 那这棵树 您说干嘛用呢 首先它的树干里可以用来放牌 养小精灵 对 养小精灵 然后它这个树干里头可以用来当牌架 然后上面展开的树冠 两层树冠 可以用来放牌和放指示物 就是叫动物的token 动物的token 这个游戏 它本身讲的是 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动物们的生活 每天从早到晚这样的一个生活 要在这个村子里头建立自己生活的小屋子 相当于这么讲 而且这个游戏有一年四季的概念 还有变化 有变化 所以有些什么 它这里头 比如说你是个青蛙 或者你是个什么松鼠 我是个蛤蟆 我就别说我这事了 你可以住在下层 你是一个水乡庭院 这可以吧 底层生物 你水乡庭院 这挺有意的 然后如果你是个松鼠 你可能住在树洞里头 对吧 你说我是个什么麻雀 我可能住在这个顶上 然后随着你这个动物们不一样 在游戏里面 它还有一个这种相互的联动关系 这个游戏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打出卡牌的时候 能够产生互相的联动影响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随着你打出这些关系 很有可能你在 比如说在这个回合春季 你干了一个什么事 可能它对后面的季节里的某一个地方 会有加成的影响 你可以不用付什么资源 就免费干一些事 所以需要玩之下 在玩的时候 根据你的选择和情况来进行预判断 这是这个游戏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 最后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游戏一般大树要是拼好了 你就别收了 摆那挺好看的 我觉得可能它四级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把这树给拼起来 就是不拼树是三级 拼那树需要四级 但是一般来讲 你就拼一回就得了 剩下那树别老拆 你就放一边 这游戏它其实之前在摩点 做了一个众筹 众筹了好像是86万多 那还挺多的 在KS众筹也很好 也非常好 然后这个游戏 我个人就把它归结为网红游戏 到时候大家在现场 就能够看到这个游戏 是非常抢眼的一个作品 中间有棵大树 对 思路老师绿了 不 那我躲这树远点 好 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这个游戏 是怎么说 应该说是往上提升了一点 入门稍微复杂了一点 是一个五级别的一个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游戏凭四级也没问题 他为什么凭五级 一会儿您听完就知道 他同样是 弥宝海豚推出的一个游戏 叫做金银岛 这可是我小时候 海盗小时候的启蒙书 可能是不是这是很多人 比如说80后90后 或者90后 也许我不太敢说 反正80后90后 差不多90大级 可能大家当年对海盗的 最早入门保不齐都是这个 也是本世界名著 对世界名著 而且它关键是 至少在我小时候 它出过动画片 就是日本的世界名著 还是什么 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这个事儿 但是当时咱们这边电视台 是引进了的 我最早为什么会对这个印象深 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动画片 而且最初我对这种 欧洲的这种海盗的造型 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毒眼 什么戴 木头腿 戴鹦鹉什么 都哪来的 就从这动画片里来的 这个动画片定义了 我对海盗的形象 这个形象一直到 加勒比海盗才被刷新 想这有多长 金银岛大伙都知道 它本身是个长篇小说 它是英国的原来一个作家 罗伯特·杜伊斯 李文森 对 他在1881年的时候 很早很早以前 写的一个长篇小说 当时他出版的时候 那个小说叫金银岛 然后霍伊斯班肖拉号上的暴乱 在1883年的时候 出了一个开始出的单行本 然后这个里头讲的 其实就是一个海盗寻宝的一个故事 讲的是18世纪中期 一个少年叫基姆 然后他偶然得到了一个藏宝图 也知道了藏宝图背后的秘密 然后他就去上了一条船 去寻宝这个过程里发生的一个事 对 这个过程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叫约翰希尔佛船长 这个船长是一倒霉蛋 就是真挺倒霉的 就是他知道这个宝藏在哪 他埋藏的宝藏 好歹是个船长 可是他被手下背叛了 就是你想在海上让人背叛了 基本也就没什么戏了 但是他就能够 他又是个瘸子 然后他就一直能够这么苟活下来 到最后再去找宝 再把这事都平了 我觉得反正挺不容易的 这么一人 这个游戏最大的特点 就是使用了金银岛这个故事背景 这个故事背景里头 这个游戏先说 它叫做非对称半合作类游戏 什么意思 咱们电子游戏玩家 可能比较熟悉这个概念 对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互相之间 两组人马之间 他的获胜条件和能使用的资源 包括你用的行动都不一样 对 我的目标 获胜目标也不一样 然后什么叫做半合作 半合作就是指 我在游戏最后的获胜 是有其中一个玩家获胜 不是大家一起获胜 也不是那一队人一块获胜 可是我们在游戏过程中 又必须有一定的合作 而不能说完全是单打独透 不然你是斗不够船长的 对 这个游戏里头分成两波 一波叫约翰希尔佛船长本尊 其实就一个 就一人 剩下那波是其他背叛他的海盗 这个游戏的过程是这样的 游戏的版图就是整个的寻宝的大版图 在海盗船长 希尔佛船长一开始是狗屁都干不了 他是被抓住的状态 关起来 对关起来 每回合其他海盗每回合能行动 他看着人家动 别的海盗每回合动是干嘛的 来拷问他 询问藏宝的地点 船长为了少挨打 每回合吐露一些线索 还不能一气都说出来 还不能全说假的 对 还不能全说假的 不能全说真的 这个游戏的体现方式是 会给船长线索牌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线索牌 船长每回合从三张手牌里选一张打出来 比如这个线索牌写着 不在海岸线旁边 比如说三公里 其实船长事先他会知道把宝藏埋在哪 是吧 对 他在游戏开始前在自己的小地图上点一点 那地儿就是藏宝的点 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然你藏宝物的位置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比如说你不能够直接埋在其他某一个船长海盗身边 脚底 你埋他脚底 这有点缺德 就是这个不行 还有一些成地标的地方不能放 当然 还有交界线什么的 他有一些说法 你买好了宝贝之后游戏开始 每个海盗行动的时候 就过来打你一巴掌 你他妈说是吧 赶紧赶紧告老子 就是在哪 但是你又不能说实话 你就一点点给他们那种 最好是莫尼两可 没什么用的废物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 对于其他海盗来讲 又肯定能够不断的缩小范围 因为是每一个背叛他的人 起始的时候也会有一条线索 对 每个人起始的时候会有一条线索 会知道这个宝物一定不在岛上的某一个 这个岛被划成若干个区域 他会知道那个宝物一定没埋在某个区域里 所以你还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行动 来减小你的行动步骤 你相当于少用步骤 就能够猜到这个宝物在哪 就看那个人从来没去过海岸边 对 他可能拿到的信息就是不在海岸 也有可能那人脑子就没往那想 然后当你行动的时候 其他海盗行动的时候 他要做的能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是原地搜索 能搜索一个大范围 这个游戏里提供了很多测量道具 您说怎么搜索 直接用水笔在版图上画 这个版图是复完膜的 您就在这个版图上画线 可以重复利用 画线打圈什么打十字 它要勾怎么都行 然后您就随便画就做图 说白了这是一个手工做图类游戏 然后你在这上面就能够画自己 搜索大范围 你画一个圈 他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圆环 你画个圈 你就问船长说东西在这圈里吗 他说不在 您的回合就结束了 他这个是一定得说实话的 对 他不能胡说八道 然后他说在 游戏就结束了 谁找着谁赢 第二件事是海盗可以选择移动一个距离 长距离 你拿它有一个移动直尺 能移动多少公里 你在上面画完那趟线之后 打一个叉 把你棋子挪到叉的位置上 你就在上面移动了 代表着你往哪从哪来到哪去走的多远 然后玩家还可以选择是走一半距离搜索一个小范围 用一个小环一搜索 边搜索边折 对 就是打带跑 然后你可以搜索这个 总之是只要你能找着你就赢了 找不着就到下一个海盗洞 游戏长此以往的进行 随着游戏的进行 船长会获得几个特殊的 有两次特殊的机会 能够在给线索时说谎 所以 就可以误导别人 可以误导别人 所以一开始 这个随着游戏的进行 你还要去猜 或者说你要浪费回合 去看船长 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这样一个事 接着在这个游戏里面 会有大量的圆规之尺 什么锣盘 各种样的 看着挺像回事的 对 很像回事 特别像做图的这个东西 回来大家可以看这配图 在这个版图当游戏进行的时候 你也会随着游戏的进行 这个版图就像真的一个藏宝 图一样 上面会画满了各种坐标线 方位 然后这种比例 什么的这些东西 会画了好多 然后当游戏进到一定的回合的时候 船长就出来了 就是挣脱了 其他的海盗忙于找宝 输于管理船长 船长跑了 那船长知道宝物在哪 船长不能搜索 他只能选择移动 当船长移动到宝物所在点上 就可以宣布获胜 换句话说 这个游戏里面 如果船长一出来 其他的海盗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他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也反过来 可以通过船长移动的方向 假如船长一步不能到哪 他可以通过船长移动的方向 来估算排除刚才心里头 那些可疑的点 抢在船长之前到哪去 船长其实也可以做假动作的 对 船长也可以做 但是你做假动作 随着游戏进行 可能岛上已经被搜的没多少地儿 所以你来得及来不及 对你又是个问题 然后这些海盗挺有意思 他们还有各自特殊的能力 比如有海盗养只猴 你可以拍那个猴在游戏中一次性天外飞仙 就随便岛上找一地儿 把那猴扔过去 搜索一个小圈 那里有没有 然后还有的 结果猴找着宝藏自己跑了 自己跑了 猴获胜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海盗 咱不是有那个测量的那个圆环吗 搜那个圆环 内环的范围有没有宝物 那个海盗可以搜外环 就比别的宽一块 那个直径稍微长一点 能多搜一个大圈 就各种各样的人 反正各不一样 这就是海盗 然后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两点 第一个是它那种不对称型的扮演感 一个就是我如何躺时候 往后拖黑盒 拖到我老子跑出来 然后另一帮人就是 我赶紧找着发动聪明材质 赶紧去找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操作感 这个游戏是真的把配件背景 然后玩游戏机制和获胜条件 这些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让你去体验一个海盗寻宝的过程 就是你最后拿着画完的版图一看 我觉得照张相都行 就特别像那个赵宝图 真的 藏宝图 我觉得特带感 代价 然后让你体验一下 海盗寻宝的过程是什么样 这个我其实也写了一篇文 发在的记者上 大家过来可以看看 好 接下来说完海盗的事 说说燕鼠的事 对 这依然是下一款游戏 是游卡带来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 它也是一个五级难度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它比金银岛要策略度要深 这次其实有个特点 游卡带来的游戏都是小动物 这波小动物是燕鼠们 它叫做燕鼠大战 这是一个19 还什么19 2016年 2016年 还讲话 2016年 还真是一战 对 在2016年 德国爱森桌子展上 一个非常火爆的游戏 我有几个朋友特别喜欢 当时给我安利的 这个游戏 它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人类的战场 欧洲打得如火如荼 然后没有一个地方 一寸土地 不发生战争 可是人类没有注意到 是在自家的后院里 燕鼠们也在 抢地盘 发生像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 这种轴心锅 把你家院子给毁了 对 以你家院子为战场 抢自己的地盘 这个游戏 其实更像是一个棋 用卡牌驱动的棋 你会有不同的牌 来决定你的燕鼠们 怎么行动 然后每一回合结束的时候 算你场上的得分 如果你的燕鼠摆 根据你的燕鼠的走位 和对对方的攻击 场上留下的燕鼠的数量 等等 不一样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不同的分数 然后游戏就是进行 多少回合游戏结束之后 就是谁的分高 谁的分高 谁赢 对 然后它最有意思的背景 就是在于 我强烈推荐大家到时候 看着游戏美工 以及它的这种脑洞的想法 就如何用燕鼠们 来讽刺人类这场战争 我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它这个游戏里面 打开之后 会有一个像木制名一样的 就是那种阵亡名单 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是KS众筹名单 那太狠了 做的特别带感 这个游戏 我个人推荐一下 但是它本身比起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游戏来讲 它更像是下棋 所以喜欢这种下棋对异感觉的人 会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非常让你走脑子 这个作品 好 这个游戏 它是属于那种摆盘时间短 然后思考时间相对深一些的 跟下棋一样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个游戏是阿斯莫迪出的一个游戏 我觉得非常能代表阿斯莫迪的一个气质 对 这个游戏是一个平级 竟然只有五级 我觉得这个可能能平到六级 应该感觉 这个游戏支持二到四人 要一说这名字 我相信电子游戏的玩家会非常熟悉 它叫做席德梅尔的文明之新的黎明 其实就是文明系列的桌游版 对 席德梅尔的文明 其实我估计就算像我这样不没玩过的人 电子的版本 也几乎都听说过 你说有多少人不知道文明这个系列的游戏 我觉得可能很少 再没听说过这游戏 也见过干地背上背个核弹的图 对 或者什么飞向人马座什么的这些事 这个游戏是2017年出版的一款游戏作品 其实它基本上我个人感觉 就是翻了 把这个电子游戏挪到了桌面上来 并且进行了优化 因为你不可能电子游戏里那种复杂的运算 你都让人脑子来算 那不骂街了 没法玩了 对 相反这个游戏其实比较轻松 它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 有一个希德梅尔的文明 叫做文明帝国 那个游戏就很爆脑 那个游戏好像是每一个随着一个玩家 差不多每个玩家增加一个玩家人数 平均要增加80分钟左右的游戏市场 它其实本来电子版时间也就挺长的 对电子版就已经很长了 所以那个游戏感觉非常的电子版 那个感觉 然后这次的这个版本 因为我本人没有玩过这个文明 我有点好奇 它原版在上面 在集市上评级是多少级 好像是8级 这是一个8级的游戏 然后那个游戏设置就需要20分钟左右 就是摆盘就需要摆20分钟 这个游戏 其实这个游戏 你刚才阿宾你也看了一下 这个游戏大概的介绍 它其实跟电子游戏是 对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非常高结合度 对如果你玩的人少的话 也就是它那个版图 其实都和电子版文明6 那其实非常像 你选好在自己的地上以后 就开始发展 也是文明从低到高 这样不断进化 然后最后达成的条件 也是你达成上面的某些条件 你发展 通过你发展 比如你盘科技 你最后科技达到一个满 然后就达成它一个成就条件 完成这个你就算赢了 对 其实就还是和电子版一样 你就是选择自己的线发展 然后达成某些条件 达成它设立目标 它这里头好像也有那种 比如说经济 军事 建筑 科技 等等 各种烂七八糟 不同的 这叫什么发展元素 相互制约 有些你要是怎么发展自己的科技术 或者怎么走自己的这种经营走向 对 比如它有一个议案 就是人口大国 你要控制五个大型城市 就相当于你人口发展到了 这个就算你议案通过 然后还有技术宅 这个议案 就是你的科技 标盘 怎么满 走到24 也算你胜利 那就是强冲科技 其实就和电子版 其实很像 然后它这里好像也有什么建造 比如说我造个奇迹 造个什么建筑 或者是我有那个叫什么领袖 对吧 文明不同的文明领袖 这个领袖的和电子游戏不一样 它这领袖是随机 你抽出来 其实你如果自己私房玩的话 可能选也行 你大伙商量好了就行 随便玩 所以这个游戏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给推荐给那种非常喜欢文明发展类游戏的人 而且它最有意思的是 第一它保存了电子游戏的那种熟悉感 第二它又具有电子游戏不具备的那种实体操作感 你自己往上摆东西 你自己往上摆 而且它地图也是那种非常像电子游戏里的版本的地图 你随着这种发展建造出自己的一个文明城市 我个人感觉如果您喜欢文明类的游戏的话 您体验体验它的桌游版 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游戏 应该是文明类的桌游有非常的多 这个应该是最文明的 而且这确实就是2K那边授权的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真授权的游戏 不是他人家愣起这名 这个游戏可以说是脱胎于电子游戏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桌游版本 咱在接下来要说的同样是A社的作品 这个就不是脱胎于电子游戏了 这个是算脱胎于什么 算脱胎于背影小说 奇幻世界的这么一个游戏 它叫魔戒中周征途 这个中周征途其实是繁体版的名字 它的英文其实还是讲必的中途 你就可以脑补为中途征途一样 咱们简称就叫中途之旅 这个游戏它的评级难度是6级 我个人觉得反而有点低了 可能起码也在6.5到7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是上手难度 如果您喜欢深度挑战 就是喜欢什么 喜欢那种冒险扮演跑团等等这样的RPG这样的游戏的人 这个游戏强烈推荐 其实在我看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跑团 对 他怎么说 咱们之前也做过一些跑团节目 一些案例了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想玩 没人愿意当那个DM 对 或者说大家一起玩了DM 所以这个游戏解决的最大问题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APP 通过你APP你可以选择我这场要打什么战役 我要选择角色是什么 我要打的战役难度是什么 讲故事也是APP讲给你听了 然后你还可以存档 这就特别厉害 还可以存档 这我还没细看 比如说你给自己的小队 大家选好职业以后 你可以给小队取个名字 然后大家玩到一半了 我点个存档 我下回直接从这接我可以叫基考斯队 当然可以 也可以叫什么索伦爪牙队 那你可坏了 听起来好像是敌人这波的 这游戏刚才还没说怎么玩 这个游戏其实大家扮演的 就是在中土世界里的这些个人物和英雄们 然后比如什么Logolas 阿勒贡 什么的 这些人 什么比尔博 巴金斯 这样的都有 然后它是一个纯合作游戏 随着每次你选的APP里面的任务模式和难度不一样 你会在这个游戏当中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和任务 然后说白了就是在整个中土世界去冒险 然后这种什么抵抗邪恶 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确保中土平安 其实就是中土大唐 中土大唐 确保平安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游戏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头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 难道说它是个纯合作 就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您听的阿边也说了 这游戏能存档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游戏的过程可能比较漫长 是个RPG 对 随着它为什么说漫长 是当您完成一个任务之后 你选的战役不一样的话 你去完成一个任务 它APP会给你继续提供下一个任务 那你就以刚才完成那个任务的状态 你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任务里 这其实就是RPG的跑团的扮演感 就是你延续着我刚才干嘛 现在接着去干嘛 去做这么一件事 这个游戏里面 它还有一个设定叫威胁值 这个威胁值是什么 就是当随着你的英雄在这个地方 这跑那颠的 你肯定邪恶势力也不是傻子 就不能游着你来 所以当你去越活跃的时候 可能你会激发威胁值会增长的越快 人不能太跳 当威胁值猛的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触发要威胁事件的东西 一般这种事都是您就听这名 你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它基本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太好的影响 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效果等等 而且威胁值最大的问题是 当它走到头的时候 游戏失败 就直接结束了 对 所有人都挂掉 然后你的任务就失败 英雄们就输 小队成了中土公敌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还有一个很像跑团的地方 在于别看你有人物的代入感 其实它还有职业的代入感 你组的一个小队里 它是有什么前锋 有盗贼 有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 各种 有MT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角色的 然后它的进行模式 也是和跑团一样 就正常情况下是探索 然后进入到战斗以后 它会切换一个战斗的一个地图 是吗 还能切换出一个地图来 这太牛逼了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APP特别厉害 对 所以这个游戏最重要的 它是中文版 然后大家如果到时候 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觉得您就最好选 比如说 我起码选个多半天 别干别的事 几个朋友凑一块 然后买点吃吃喝喝零食 大伙 坐这个一屋里头就开始玩 这个游戏是全新的是吗 全新 这游戏新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我现在咱们录音的 前一天的下午 我才拿着样品 而且它是 这是19年的新游戏 它的英文版 也差不多是 也跟咱们差不多是同步的 所以老外也没见过这个游戏 就是我之前 全球手法 同步手法 差不多 就是非常快 因为是不是手法 我没确认这件事 是不是中文是最快的 这个我没确认 至少可能都很新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这个游戏 魔戒是有很多的粉的 就是魔戒粉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您要是 本身还是个魔戒粉的话 你在玩这个游戏 可能更不一样 你自己就能讲故事 能带出很多的 这个故事内容来 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阿斯莫迪 然后是Fantasy Flight的游戏 对 然后接下来之后 咱们要说今天的 这是最后一个主推游戏了 这个游戏 叫做茂林园记 茂林园记是什么 那又是游卡出的 咱刚才说了 游卡今天都是动物 可爱的 对 可爱的小动物 茂林园记 又是一个可爱的小动物的故事 发生在森林当中 不同的动物们互相的爱恨情仇 但是 你一说爱恨情仇 我就想知道这游戏难度 对 这游戏难度是八级 我靠 既然是今天最后一个游戏 您刚才记得 我说那老文明才八级 差不多这是八级 它支持二到四个玩 对 刚才说一句 那个魔戒是可以一个人solo的 支持一到五 就是您可以寂寞的自己玩 或者说您可以孤傲的自己玩 不带别人玩 自己 就看一个人坐那在那笑 对 这都可以 然后这个茂林园记 说回来 二到四个玩家 这个游戏 第一 它的众筹非常的火 KS众筹 然后它在国内的众筹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此时此刻众筹还没有结束 但是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了 然后有1639人参与 这还得说在刚才 先进幽谷的众筹的时候 它有一个欧应党 欧应党是包括有这个游戏的 有人之前就在那里头已经买了 到这这还能众筹 难怪我就是1000多人 100来万 就是这里头100多万 我太牛逼了 有好多人 而且它开了很多的 就是这个必须说 尤卡这次的这些游戏的众筹 其实还是挺良心的 价格 大家确实说不出一个贵字来 挺真挺的 比英文版合适多了 而且它翻译什么这些东西 做的还都挺好的 所以这个也很受大家的关注 一放出来 森棱就抢没了 就是这早鸟就都没了 然后这个游戏里面 咱讲讲 刚才说的都是动物 但是这个动物 可比刚才那仙境游谷惨烈多了 它凭什么就八级呢 对 那个仙境游谷是动物们过日子 这个是动物们拼生死 这是讲的是在森林的王国当中 有这么几个 咱说的是基础版 森林王国当中 有这么几拨势力 第一拨 就是说叫非鹰贵族 这个非鹰贵族 就是一群老鹰 他们以前就是森林的统治者 但是现在已经没落了 没有往日的风采了 他们在森林的边境的地方 重整旗鼓 想要再次发动军队 夺回这个国家 然后他们的获胜条件是 每回合建造并表 并且保护自己的鸟巢来得分 有人听到这 意思就是说 这个游戏 它也是一个非对称的对抗类游戏 游戏当中 一会我要说的 每一拨动物 他们的获胜条件和行动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揉在一起 却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游戏 这真的设计的非常妙 然后第二波叫猫咪王朝 喵星人 猫咪王朝是现在森林的统治者 他们使用铁腕政权统治森林 其实你们人类都是被他们控制的 对 两族兽都不知道 然后猫咪王朝的特点是 极具侵略性 热衷于开疆阔土 他们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建设 装达军队 通过建造来得分 这是猫咪王朝 接下来 有了旧贵族 有了新强权 底层人民 像罗宾汉那种人 他们也在夹缝中求生存 反抗铁腕贵族的统治 这些人叫做森林联盟 他们好像看起来 挺正义的 对 以狐狸为主 那就不怎么正义了 对 正义的狐狸 列纳狐的故事 他们是一个新兴的势力 这些人都是不满这种强权统治的 他们要集合平民的力量来对抗统治者 他们怎么赢 他们靠民意来刷分 获得民意的支持 来获得胜利 接下来一波 第四波是最独特的 他们叫神秘游侠 神秘游侠就一个 好像是个浣熊 熊猫人 不是熊猫 浣熊 就是方便面人 方便面人 对 浣熊 然后他们是那种最自由的存在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这种感觉 他们的游侠要讲究的是懂得如何懂得在乱世之中的生存之道 就是要么扬名似海 要么恶名昭著 所以他们要通过的是游戏怎么获胜 他们是通过完成任务来获胜 这个完成任务就是协助或者是攻击其他的阵营来得分 这雇佣兵 他其实也不算是雇佣兵 他就是算是一种 其实就是他说游侠 你工兵他还不一定是完全去帮人打仗 他可能还干点别的什么事 所以他在游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在移动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势力范围 比如这是老鹰的势力范围 那是猫子势力范围 他都能进 随便 混乱中立 对 你想象大家从网上 比如优酷 您随便搜搜这个方便面 您看看这个方便面小浣熊们生活 我其实觉得他们就是这种生活 就是完全肆无忌惮 自由自在生活 说进你家房子就进你家房子 就是这种 说吃我家方便面 对 说吃你家方便就吃你家方便面 就是一点肆无忌惮这种 然后这就是神秘游侠这波 那这个游戏里头 就是通过这四波游戏目的 行动方式都不相同的 这个四个势力 相互交织在一起 来形成了一盘完整的游戏 森林中的冰与火之歌 这真的 我刚才就是 这是我想说的下语句话 这个游戏就是个冰与火之歌 游戏您考虑到它的背景 真的就是这种 争权夺利 或者说是这种 强权求生等等 各种各样的东西 算在一块 而且它只是披着一个 可爱的动物外衣 如果你把这个外壳去掉 它是一个深度策略的 这么一个策略向的版图游戏 非常适合于 您想要喜欢玩精算的玩家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游卡这次三个游戏 都有一个好处 由于它是小动物 为这个外表 披着小动物的外衣 你别管它是不是这种可爱的 可能可以适合拉女孩入坑 然后用你的精打西三 去骗人家 给人赢了 对对 让他赢 让他还觉得赢得很险 这是最重要的 没想到你们周围玩家是这样的 过得都不容易 这期节目暴露了 其实今天讲的几乎所有的游戏 都比较适合拉女孩玩 可能也就是西德梅尔的文明 不一定适合那么多的女孩入坑 这是一个深度向的玩家 但是西德梅尔的文明却胜在 它比较适合于好多电子游戏玩家 能够来体验 咱接着说 他这次出的里头 除了基础版之外 还有扩展 扩展也非常的火 第一个扩展叫做河流 就是叫做河岸扩展 水边 水边有两个新的 有几个新的势力 水塔 对 第一个是河岸商会 这都是什么水塔 河离什么的 反正是这些东西 运河 从这条河过你要交钱 对 他们可以把河流当做道路来用 设立商站 像他们就是给别人提供服务 第三方你知道 像别人提供服务来赚钱 拿钱换份 巴拿瓦运河 对 他们就是这是巴拿瓦水网 就是里面完全是靠赚钱来得分 我不管你是哪一波 我赚你的钱就行 费杀 很像这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一波就牛逼了 这波叫蜥蜴神教 谁知道是个啥 就是个神棍 听着就是那种神棍的 那群都是一群蜥蜴 然后他们是通过那种 用精神的理念去改造和吞没敌人 然后传播教义 他可以通过展示手牌的方式 进行这种宗教仪式 宗教神力 对 然后建造各种庭院 然后他们的这种宣 就是宣道的庭院 越同类的庭院越多 得分越高 他们就靠这个来获胜 就见人就跟人说 你知道吗 现在世界领导人是个蜥蜴人 对 你不信你看他演技 对 你看川普那样 然后接下来这里头增加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第二名神秘游侠 原来不就一只换雄吗 现在是一山不容二虎 就是一个森林不能容两只换雄 所以如果有两只换雄的话 游侠之间要展开对决 谁才是最牛逼的游侠 他们就是比谁能更多的声望 然后控制这个森林 这是第一个扩展 第二个扩展叫做地下世界扩展 这个地下世界扩展 有两拨奇怪的 第一拨很符合逻辑 它叫燕鼠帝国 这很合理 很合理 燕鼠一直在森林的地下秘密的发展着 还在你家后院打工 对 还在你家后院打仗 对 现在打完仗了可能是 然后突然间 这有一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 燕鼠军林向地面进军 怎么听着像奥特曼的剧情 对 我们叫地底人 我们叫地底怪兽 我们要向地面进军 所以他们就派军队来地面抢行事 这是燕鼠 但另外一波就跟地下没什么 他们是另一种地下 他们叫做阴谋党羽 这波都是乌鸦 地下组织在地下 地下组织在地下 对 阴谋党羽的这边 他们干什么 他们干的活是派遣这种叫什么 特工 你可以理解 就是特务之类的 派这个 对 这些乌鸦 他们可以渗透到其他动物的灵壁里面 然后扰乱对方 比如说干扰你的手牌 就让你想干嘛 不让你干嘛 就是干这么一个事 可是他们的缺点是 就是他们也没有缺点 他们的一个特点是 他们自己的巢穴要经常移动 以免被人抓住 他们要经常在各个森林之间 移动自己的巢穴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随着游戏的扩展 他这次众筹 应该是这些扩展都在里头 然后在现场体验的 就是咱们在现场核聚变的现场 我不知道是只有基础版 还是有后面的扩展 其实我觉得只有基础版 就已经足够大家来体验 动物王国权力游戏的一个感受 这个是现场是只能体验是吧 对 这个游戏在现场可能只能体验 对 因为众筹还没结束 他还没生产完呢 大概什么时候 如果在现场咱们要买的话 大概要多久才能到玩家手上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 大家可以去磨点上 看一下他们的众筹页面 应该不会太久 对 肯定不会太久 因为游卡这边 他们的按照他们的计划 他们应该会推出一大堆的游戏 久了的话就自己压祸了 大伙也等不了 你知道吗 这游戏太火了 大家也等不了 然后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游戏 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走马观花的聊了聊 另外要说明的是 现场不止这些游戏 每个厂家可能都会带来很多其他的游戏 只不过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从中每个厂家选了三个游戏 给大家聊一聊 贴个标签思路推荐 对 推荐版本 最后就这个没卖出去 剩下都卖出去 也行 这也可以 效果也不错 然后如果大家听着觉得有意思的话 咱们在时间轴里的也会配上图 大家看起来挺好玩的话 那天有时间的时候 电子游戏您玩累了 或者走过这个地方 您可以来感受一下桌游 或者是觉得咱们时间轴上的图 还不够立体 直接来现场 不如立在自己家里 还是您会做生意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 核聚变现场 之前买桌游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谁还爱玩这游戏 我哪找人家 您在核聚变上找 首先它能到核聚变上来 十之八九 它不会特别的远 对吧 有可能都是以北京 或是北京周边为主 当然咱也有 那可不一定 咱也有天下各地的 世界各地的来人都有 但是它毕竟以这边为主 你至少别的不说 您可以在微信上加一好友 对吧 开始了 你又开始了 然后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 桌游最重要的游戏是一方面 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就是找到跟你一起玩游戏的人 电子游戏和桌游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天 大家一个是在现场 可以一个体验游戏 购买游戏的这么一个据点 另一个我觉得 可以以这会来讲 大家结识一些志同道 和喜欢的东西 兴趣差不多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也是 像核聚变也好 像其他桌游展会 什么其他的各种爱好型的展会 对 它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结合 结识你的同道 虽然核聚变 它不是一个专 专门的一个桌游展 就可能不会像 DeskCon那样给大家提供 专门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能就只是 为大家解决一下 吃了斯鲁老师的安利 却买不着游戏 这个痛苦 对对对 剩下的 剩下的找伙伴什么的 还是 这次你可以把钱都撂下 听到没有 斯鲁老师放狠话了 对 行 这次 其实关于这次主推的游戏介绍 我就讲到这 我后面会尽量的把这里面的游戏 找出一些游戏 我有写的文章或者什么 我尽量给再单独发一些文章 那太好了 方便大家能够详细 可能不会完全都有 但是尽量会全一些 让大家能够更有一些详细的了解 然后如果您 这个现场还是那句话 有时间 您就过来看看 找找斯鲁老师 对 今天这时间 这么紧说慢说的 这时间都有点不够了 也一个小时了 其实 对 行 咱们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这期 桌游与未解之谜 也就讲完了 咱们5月11号12号的 北京核聚变见 咱们到时候现场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